吴佩慈早新年的时候在台湾也是非常的红 毕竟她的身材比例真的非常好 被一位九头生美少女 吴佩慈自从认识铺上季晓波之后 就一个接一个的为她生下小孩 在她生第一个的时候 不少网友都以为他们会带娃结婚 没想到第三个都生完了 吴佩慈还没有如愿嫁入豪门 之前被媒体质疑季晓波不想娶她的时候 吴佩慈还自圆其说的说 三天生下我们就会结婚 结果前段时间41岁的吴佩慈被传出怀有次胎 她和季晓波的婚礼却连影子都没看到 而且为了嫁入豪门 吴佩慈不仅仅是三元高龄产子 跟师弟婆婆定做了一条价值9亿的金龙 真的很贫 你们对于她有什么看法吗 别人说说吧